感情的世界裡分分合合 外人總是物理看花 難分對錯 但在地球上有一種人 可謂極品 他們可以做到人盡拓之的地步 Saitep 這種人類我們稱之為 Kudu Otoko 今天就來介紹一位 被日本媒體譽為空前絕後的渣男 鏡藤真彥 在上世紀80年代的日本 他是宏級一時的偶像 在注意備份的日本娛樂圈 他的實力和地位都不容小覷 他是渣能合一的男星 無論是演藝才能 或是渣力都是首屈一指 但他真的如大家所說 是個徹徹底底的渣男嗎? 今天就帶你來看看 就位傳奇的渣男 鏡藤真彥 鏡藤出生於1964年7月19日 日本神愛川縣大河市 O型巨蟹座 母親鏡藤美惠子 生他時20歲 鏡藤是個早產兒 出生時體重只有2500克 小時候的鏡藤十分調皮 放學後經常在路上玩得忘了時間 於是美惠子特地買了手錶 讓鏡藤提醒自己 什麼時候該回家了 沒想到這個辦法仍然行不通 最後美惠子還是採用了體罰 才逐漸的糾正了鏡藤的問題 鏡藤是傑尼斯事務所的歌手 暨演員 目前亦擔任該公司的董事 而另一位兼具傑尼斯藝人 與董事雙重身份的 是他的後輩東山記之 鏡藤唱過不少快智人口的歌曲 還多次被翻唱成中文 比如梅艷芳的《夕陽之歌》 和陳慧賢的《千千缺歌》 都是翻唱他的《Yuyake no Tab》 街上広著《街上広著》 那時候同樣 夕陽之空 1979年10月 鏡藤藤由三年B組金巴老師 正式出道 這是一部由武田鐵使主演的 勵志校園劇 當時參演這部戲劇的還有 同屬傑尼斯的田園俊彥 野村益男 這是日本偶像第一次參與電視劇演出 對當時的日本觀眾來說 非常興起有趣 雖然他們的演技也還蠻普通的 但觀眾們十分埋葬 三人因此爆紅 在1980年 他們承接了1970年代 新玉三家的路線 組成了田園三重唱 並於1983年解散 雖然組團的時間不久 但在當時的年輕人中間 已經有著不小的影響力 最重要的是 新玉三重唱 新玉三重唱 1980年12月 16歲的靜騰甄彥 發行首張個人單曲 《Sneaker Blues》 首周旗在ORICON 公信榜取得冠軍 並纏連了五個星期的冠軍 金騰成為史上首位 出道單曲 即獲得ORICON冠軍的歌手 該單曲的銷量更是超過100萬張 使他成為傑尼斯首位ORICON 百萬銷量單曲的男偶像 而其後有14首單曲 皆獲得ORICON公信榜第一名的紀錄 在1981年 金騰甄彥在各大音樂大賞中 總共拿了17個新人獎 在80年代 他就以驚人的創作能力 證明了他在J-POP領域不可動搖的地位 當時他的髮型像火柴頭一樣 而被冠花名為Match 他的歌曲風格多變 青澀的聲音中 有點鴨子叫的感覺 歇斯底里的沙啞吶喊 加上充滿活力的舞台表演 使他在第二年的日本唱片大賞上 就憑藉優然螢光中 登上紅白歌唱大賽 當時靜騰的旋風很掃整個亞洲 還記得那時很多哥哥都愛輸Match頭 俨然成為一種時尚流行 歌壇上人氣爆棚之後 靜騰便開始進軍演藝圈 1983年底他接拍的電影《愛之旅》 講述了因為交通事故 失去了唯一朋友的吳戴成 在迷惘的人生中與身患絕症的少女 小雪泉相遇 從而產生一段愛與生命的故事 明菜和靜騰在灑滿月光的海灘上 伴著悠揚的口琴聲輕輕吟唱 唯獨這份愛已經是我的生命了 如果時間能永遠停留在這一刻 該多好 可惜時間並沒有留在那一刻 深愛著靜騰的明菜 正不知不覺地踏入了靜騰的網羅裡 鐘森明菜是80年代日本最紅的女歌手之一 擁有低沉並中氣十足的嗓音 歌詞快如繞口令的 被視為他的代表作 這首歌中聚為刻意拉長的中長音 非常飽和且穿透力十足 被稱為明菜戰音 鐘森明菜可謂是偶像派與實力派的結合體 當年的鐘森明菜 因為聲音和天后山口百匯很像 所以一出道就有山口百匯接班人之稱 甚至繼承了歌姬的稱號 當時可謂是紅透了半邊天 他曾連續兩次獲得日本唱片大賞 也是第一位以流行歌曲獲得該獎的藝人 這是當時流行樂壇男歌手 都沒有取得過的成績 甚至當年的徐克導演 都曾以鐘森明菜為聶小倩的原型 幾度說服他出演該角色 雖然鐘森最後沒有答應 但還是照著鐘森明菜畫了一幅聶小倩的畫像 並在《倩女幽魂》的電影中出現 而冰淇布、小元兩子、藤元季香等藝人 都是這位昭和第一歌技的忠實粉絲 之後在愛之旅的宣傳記者會上 鐘森明菜公開證實了兩人的戀情 可以看到那時的鐘森 臉上洋溢著幸福的笑容 但他還不知道 等著他的不是Anatta 而是無盡的痛苦 這個消息可以說被受日本娛樂圈矩目 兩個人一度被認為是金童玉女 似乎童話裡的故事就要成真了 大家紛紛抱以祝福 然而童話並沒有成真 靜藤真彥在與鐘森明菜交往期間數次劈腿 然而此時的明菜還是深愛著靜藤 他想著 是不是我哪裡沒有做好才會這樣 1985年初到7年的靜藤真彥 幾乎是無往不力地沉持在電視、唱片、舞台劇、電視劇等不同的媒體之間 也許是成功得來太容易 在私生活上逐漸放鬆 他開始在深夜和朋友到高速公路飆車 年輕氣盛的靜藤深深愛上了這種風馳電晴的快感 一面躲避警察 一面將油門催到底 這種腎上腺素快速上升的刺激 讓靜藤無法自拔 但這樣的遊戲已經不能滿足他 領了駕駛執照後 靜藤真彥迫不及待的拜師學習 甚至登記加入正式的賽車選手 年滿20歲 終於可以在公開場合喝酒的靜藤 開始在公寓的夜晚 與朋友在酒吧流連 雖然喜歡喝酒 但靜藤真彥的酒量不但不大 酒品也頗有問題 兩年下來 靜藤真彥不知在酒後鬧了多少笑話 在這些世紀中 最為大家所樂到的是 有一次 靜藤真彥在醉醺醺之魚 竟然跑去餐廳的廚房找來一桶沙拉油 整桶的倒在朋友的頭上 這種夜夜飲酒的日子多了 靜藤真彥的身材也越來越胖了 經紀公司很快就警覺到危機 為了維持靜藤真彥在觀眾心中的形象 強烈要求靜藤真彥一面借酒 一面健身 接到公司的命令 靜藤真彥立刻召開了記者會 在眾多媒體記者面前 立下誓言 要求自己每天清晨到健身房鍛煉身體 同時開始戒酒 也許是靜藤真彥以前的日子過得太荒唐了 在場的記者 竟一致地認為靜藤真彥不可能實現他的諾言 只把他的話當作一個玩笑 但出乎意料之外的是 靜藤真彥竟然真的說到做到 他的身材越來越結實強壯 臉型的輪廓也越來越清秀 上了舞台之後 身手也更加矯健了 也許是受到了這些改變的正面影響 靜藤真彥的事業 可以說是頻頻到節 主演的古裝舞台劇 《森之石松》 《長場爆滿》 欲罢不能的連演45場 緊接著又在東京郊外的主播賽車場 贏得了全日本賽車大賽的第五名 而推出的兩首新曲 《青春》和《Baby Rose》 都有十分驚人的銷量 1985年 對靜藤真彥而言 是特殊的一年 不但事業發展順利 在情場上也是洋洋得意 他在訪問香港時 與梅艷芳相遇 當時是在一個參酒會上 靜藤真彥忽然對梅艷芳提出一個要求 梅小姐 你實在太吸引我了 我可以聞你一下嗎? 梅艷芳話音未落 靜藤已經貼上了梅艷芳的雙唇 這深深的一吻 就讓梅艷芳愛上了靜藤真彥 一段浪漫的異國情緣由此開始 他們內心暗勇的情愫 漸漸擦出了愛的火花 這也讓梅艷芳對日本這個國度 產生了更多的嚮往 第二天 靜藤又約梅艷芳一起逛街 並送了他一枚巨型鑽石胸針 兩人的感情迅速升溫 已經是巨星的梅艷芳 為了靜藤真彥這個日本男友 先後到了日本七次 即使靜藤在北海道舉行演唱會 他也像個小女人 登到北海道 甚至還專門在東京買了一間房子落腳 就是為了能離他的愛人近一點 他的好友去日本探望 看到梅艷芳仿佛靜藤的妻子 任何事都親力親為 甚至親自清掃衛生間 梅艷芳回憶這段甜蜜時 曾表示最難忘在車上 靜藤以著他 對他說自己從來沒有這樣的感覺 當時靜藤和中森明菜 緋聞鬧得沸沸揚揚揚 梅艷芳在和靜藤交往之前 曾多次詢問過他和明菜的事情 為了和梅艷芳的感情能以延續 每一次靜藤都斬釘截鐵地告訴他 他和中森明菜已經分手了 但出於女人的第六感 梅艷芳不斷地逼問 靜藤才承認了自己和明菜於情未了 面對這樣的事實 梅艷芳心中充滿了憤怒和委屈 他一心想要單純地去愛 可命運偏偏沒有給他的愛情 一個美好的結局 那時靜藤這樣對梅艷芳說 你是個很優秀的女生 離開我你可以獨自活下去 Akina 離開我是活不了的 而你沒有我還能好好的 心死的梅艷芳最終離開了靜藤真彥 2003年梅艷芳在得知身患絕症的情況下 於7月赴日本見了舊愛靜藤真彥最後一面 拍下了兩人共聚的最後照片 雖然分隔多年 但梅艷芳心裡那個念念不忘的人 還是靜藤真彥 他在一次訪問中說 當年我帶他那麼好 我付出那麼多 他都可能沒有領略過 又要重新再來一段感情 最值得重來一次的 就是這段異國戀 可見靜藤在他心目中的份量有多重 當年那段情是多麼的令梅艷芳刻骨銘心 在梅艷芳赴日與靜藤相見後的5個月 梅艷芳病逝 那時靜藤悄悄地來了香港 送了梅艷芳最後一段路 其實說白了 當年的梅艷芳輸給了終森明菜 但離開靜藤就活不了的終森明菜 有沒有得到靜藤真彥的珍惜呢 答案當然是沒有 而靜藤真彥之所以被稱為日本第一渣男 主要就是他和終森明菜的事件 雖然靜藤接二連三地出軌 但卑微的明菜還是覺得自己哪裡做錯了 他越來越抑鬱 身體也越來越瘦 演唱時還忍不住落淚 但靜藤真彥並沒有因此感動 他似乎很難理解 為何明菜對他的事情有這麼大的反應 1989年初 靜藤真彥被日本媒體爆出 在紐約與松田聖子優惠 二人共度良宵偷歡 和終森明菜一樣 松田是一名實力派的偶像歌手 被日本國民譽為永遠的偶像 在80-90年代 中森與松田堪稱宿敵 他們間的競爭不僅限於日本 還波及了香港、台灣等地 粉絲中也分為聖子派和明菜派 松田聖子在這段感情裡顯得還不深 早早地認清了靜藤的真面目 沒有多久就與他分手 另嫁他人 至今在日本仍然擁有著獨一無二的地位 中森明菜知道男友劈腿的對象 是自己的宿敵之後 精神崩潰 不堪收入的明菜 在靜藤的家中劃傷了左手腕 長度達8公分 深度有2公分 筋肉和神經皆以斷裂 甚至深可見骨 之後中森明菜接受了6個小時的緊急手術 才脫離了險境 作為當時日本最紅的歌手 明菜這則消息引起了巨大的轟動 很多媒體把毛頭指向了靜藤 將問題歸咎於靜藤的劈腿 一時間輿論一發不可收拾 嚴重影響了靜藤的事業和名聲 為了挽救自己風雨飄游的巨星地位 靜藤真彥寄上心頭 她打電話給明菜 騙她自己要和她結婚 希望兩人一起出現 並在發布會上公布這則消息 甚至當天還在現場架起了金屏風 要知道金屏風在日本 是藝人宣布婚訓時專用的 而且靜藤真彥還把時間定在元旦前一天 12月31日金屏風 這一切都在營造一種歡樂的假象 然而等明菜到達現場 靜藤便立刻翻臉 一番厚顏無恥的辯駁之後 把所有的錯誤歸咎於終森藝人 不但說自己不會結婚 還要終森承認 之前的事件和自己完全沒有關係 要求終森道歉 而讓人無法忍耐的是 終森居然真的含淚道歉 隨後在明菜哭成累人的情況下 靜藤居然開始宣傳自己明年的新歌 電視劇、賽車等計畫 本來以為的喜訊公布會 沒想到卻變成了明菜的道歉會 最終明菜只能在記者面前 一邊哭一邊道歉 把所有的錯誤攬到了自己的身上 哭著開完整場記者會 這就是日本娛樂圈著名的 金屏風事件 阿昭菜さん ごめんなさい あの虫化しちゃってる じゃあ申し訳ないんですが そうするとね 今思い返して死のうと思った 一番大きな原因ってのは何だったんですか 私が仕事していく上で 一番信頼して それを信頼し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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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その後 明菜 心甘情願 拿出8000万 此後 明菜還陸續 揀援過靖藤幾次 其中還包括 支持他的賽車事業 結果分手後 靖藤也從沒有還錢之意 而終身明菜 在金屏風事件過後 被靖藤和經紀人 騙去加入傑尼斯的另一公司 導致他人氣一落千丈 加上之前手腕受傷 造成的行動不便 明菜一度自暴自棄 飲食不規律 進而影響了他的嗓音 多重的打擊下 終身已無法繼續支撐他的演藝事業 於2010年暫時隱退 直到2014年 他才重返紅白歌會 然而屬於他的時代 已經過去了 而與終身明菜分手不久後 靖藤在料理家 景尚惠美丈夫的介紹下 認識了何田敦子 令人驚訝的是 身為當時傑尼斯的最高偶像 靖藤正宴的未婚妻 何田敦子 只是一間食品公司的工薪族 靖藤在開記者會時表示 敦子個性開朗 笑容迷人 這也是跟他結婚的原因 而何田敦子目前是一位 擁有日本孕婦健身協會認證的瑜伽老師 而敦子的娘家 也就是在地方經營一般的出租車行 與終日三大天后 攪獲了一番後 靖藤就這樣頻繁的結婚了 而在婚後14年 他們才有了自己的兒子 其實網上那些傳言 他與富家女結婚的消息 大部分是為了營造他渣男的形象 而被人捏造的 而靖藤另一件受人詬病的 就是他媽媽的事情 1987年 靖藤正宴的媽媽遭遇車禍 情況十分嚴重 實質日本唱片大獎頒獎前戲 為了避免被狗仔跟蹤 靖藤居然拒絕把媽媽送到醫院 結果令媽媽救治不及時而去世 而當時的他為了獲得獎項 私下買通相關人員 進行暗箱操作 這樣的行為惹火了當時的日本黑幫 因為該黑幫 在當時是支持歌手伍木洪 他們派人將靖藤母親的骨灰倒走 並要挾靖藤 如果你出現在唱片大賞頒獎現場 你母親的骨灰盒 就永遠別想要回去了 因為在當時 如果被提名者不到頒獎現場 那等於自動放棄獎項 但黑道千算萬算 算不過靖藤 他還真的義無反顧 並且不負眾望的去領獎 完全無謂黑道的恐嚇 在頒獎現場 靖藤流著淚表示 無論母親的骨灰能不能拿回來 母親永遠活在他的心中 直到今天 靖藤母親的骨灰盒 依然下落不明 而那年他領獎的歌曲勁敵 正是終生名菜的難破船 坐在靖藤旁邊的名菜 沒有因為失禮難過 當大賞宣布名字的時候 他還開心的為他鼓掌 其實靖藤這個人算是毀譽參半 討厭他的人很討厭 但喜歡他的人也很喜歡 在媒體的渲染下 我們也許只能看到事件的一面 如他母親的骨灰事件 其實在1982年 靖藤真彥在大阪的演唱會中 不小心把手骨摔斷了 當時靖藤媽媽曾經這樣說 我告訴他 只要是在自己的舞台上 摔傷手腳並算不了什麼 除非發生了生死攸關的大事 否則就要對觀眾的愛護及支持 負完全的責任 既然身為演藝人員 就要有為了表演 無法為雙心送中的覺悟 五年後靖藤媽媽一語成誠 靖藤真彥竟然就親身經歷了幾乎相同的情況 但靖藤的獎項卻是買來的 如果他的母親還活著 會覺得很諷刺吧 而靖藤在母親的一次生日 依照他的形象 親自用黏土做了一個玩偶給母親 靖藤媽媽收到這份禮物十分感動 把他擺在客廳最明顯的地方 而且逢人便詳加解釋一番 母親去世後 靖藤真彥特別把這個小泥人 和自己的最新專輯唱片 一起排進母親的棺木中火化 但是火化之後 棺木中所有的東西都燒到剩一堆灰燼 唯獨這個泥人還是完好如初 靖藤真彥這樣解釋 母親要藉著這個泥人 永遠和我維持聯繫吧 在2009年12月30日 也就是梅艷芳逝世六週年的日子 靖藤刻意於九天後 避開梅艷芳的粉絲 來到臨前 調念這位舊愛 原來這已是靖藤真彥連續兩年 秘密來香港祭拜梅艷芳 她也曾在香港 明報週刊 談及與阿梅的甜蜜王室 並坦言至今我仍然掛念著梅艷芳 其實靖藤這個人物 並不是單用渣這個字就可以形容的 她是一個複雜的人 她對終生明菜的愛是真的 但她為了自己的前途毀了明菜也是真的 她愛著梅艷芳是真的 她與松田聖子偷情也是真的 她對母親的感情是真的 但她作假獲得獎項也是真的 她為了獎項導致母親來不及救治是真的 但她看著那個沒有燒毀的女友 所流下的眼淚也是真的 許多的男人用他們的拳頭 將女人擊倒在地 也對他們說 我是愛你的 這些愛都是真的 就是因為我愛你所以打你 其實這些渣男有個特徵 她們對每一段感情都是投入的 但她們很難理解對方的感受 所以梅艷芳說 靜藤無法感受她對她的好 而當鐘森哭得私心裂肺時 靜藤卻無法感受對方的痛苦 就像前面開頭所說的 她是渣能合一的男偶像 屢屢創下了許多得獎記錄 在1990年彈出演藝事業後 自行創立了靜藤賽車 身兼賽車公司老闆教練與車手 不得不說她是一位有才能的人 2006年2月14日她在日本舞蹈館 舉行了25周年紀念演唱會 預售票開賣5分鐘即消秀一空 2010年以單曲亂如麻 獲得日本唱片大賞最優秀歌唱賞 成為史上第五位獲得日本唱片大賞最高賞 最優秀歌唱賞和最優秀新人賞三貫的音樂人 她雖然扎但她的魅力還在 在2015年靜藤真彥出道35周年 傑尼斯事務所的掌權人喜多川馬力對她疼愛有加 因此一整年靜藤幾乎上片了各大音樂節目 傑尼斯兩派還合體共同為她慶祝 就連當時傑尼斯跨年演唱會 也被搞成了靜藤的單獨演唱會 在這場中,傑尼斯的後輩們也會祝福 另外一提的是 2007年10月8日 靜藤將長男取名為轟臣 據他表示轟字上面的車是指孩子 下面兩個車則是我跟太太 是的 靜藤對妻子的愛也是真的 對兒子的愛更是真的 雖然大家都叫他扎藤 但別忘記了 靜藤在結婚後 可是安分守己啊 所以你說是不是一個扎字 就能形容他呢? 我看不見得吧